大事不好了 赵子龙反投曹操去了 带我亲自去寻他 若撞见时便一毛刺死 不可鲁马 张飞杀气腾腾的来到桥头 正要去诛杀叛贼赵子龙 却见他救回了甘夫人 这才明白错怪于他了 还没来得及说声道歉 子龙就疯一般杀回曹营 要再救恶斗和弥妇人 结果遭到曹将夏侯恩拦截 子龙本不打算恋战 却发现他背负的宝剑 貌似不是凡凭 子龙二话不说一箭斩去 将夏侯恩劈成两半 一路上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冲杀到了弥妇人面前 弥妇人身受重伤不能骑马 恰好追兵又寻了过来 为了不拖累赵子龙 弥妇人便把恶斗留下 自己纵身跳入水井 等子龙回头时却为时已晚 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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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龙看着地上的恶斗 很快明白了夫人的心意 于是扯下一块布料 将恶斗绑在怀中 又对着水井败了再败 自知弥妇人不能生还 但以曹军侮辱他的尸体 于是推倒了水墙填平水井 随后跨上战马玉狮子 长板坡战神就此上线 曹军见子龙神勇无敌 单条都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开启了群殴模式 子龙枪入游龙临危不惧 左右开弓杀得好不起劲 不多时战场上就横其竖八地 躺满了曹将的尸体 有人粗略地算了一下 曹操听完直冒冷汗 战将都杀死了五十多元 小兵得被灭了多少呀 这还是人吗 此等虎将为何闻所未闻 曹操爱财的老毛病又犯了 发誓要生擒赵子龙 曹操没想到的是 就因为他一句深情 害三军都被子龙绞在天翻地覆 在不放冷剑的情况下 根本没有人能见得了子龙生前 再变上削铁如泥的青钢剑 杀起曹冰来优如砍瓜切菜 眼看自己的将士们 一个又一个倒下 曹操终于还是松了口 下令杀掉赵子龙 子龙却已杀出了重围 浑身是血来到了当阳桥 却见张飞守在桥头 精疲力竭的子龙大呼一声 伊德 助我 子龙苏醒 追凭我自挡志 子龙回到刘备身边时 看着墙堡中熟睡的恶头 再看看忠肝义胆的赵子龙 震撼下感激的刘备 又开始了他的表演 为这如此 几乎损我一员伤将 子龙及时接住了恶头 这一声让他感激涕铃 对刘备更加的死心塌地 于是最感恼徒弟 中共之恩不能报应 赵子龙七进七出 他满破拥有救主的事件 就此传为了一段佳话 但明远眼人都看得出来 刚刚子龙如果没接住恶头 那故事恐怕又是另一个版本了